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幸福百宝箱 六月份的阅读花园 我是节目主持杨佩馨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请到吕杰师兄来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为我们介绍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 看看我为什么要请吕杰师兄 为我们的嘉宾 而且他为什么对这本书 有所感想 我们首先欢迎吕杰师兄 师兄您好 您好 谢谢主持人白底世杰 那真的我很荣幸 能第一次参加您的节目 说句实话我很汗颜 因为这本书是介绍幸福的 这个天底下幸福的人太多了 其实您是实至名归 因为我们吕杰师兄 也是另外一个 幸福百宝箱的栏目 人间姻缘的节目主持 我们每次看到他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充满了幸福的表情 我想你在生活当中 一定是很有体验 好 那么我们今天 在阅读花园里面 当然是每一次 我们尽量为我们的观众朋友 介绍一本 能够让他们得到喜悦的书 那这本十种幸福之道 我知道你这次是 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那么请您首先说说 这本书给你有什么感想呢 首先这本书呢 我想第一个感想 我还是要说一句 真的是佩服幸福大师 是的 因为就像幸福大师 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他真的是非常善于 用这种浅显直白的文字 其实又富含着哲理 然后解释那些复杂的佛经 带给我们起立 这本书同样如此 是的 而且这本书呢 有一个特点是 很少有人知道 《妙回童女经》这个典故 是 但是因为这本书 然后引领了我们去 原来有一本这个 《妙回童女经》 那么我们就从这本书的讲解 我们就进入这个经帐里面 对 而这本书的典故呢 是来源于就是 当时有一个《妙回童女》 才八岁啊 从小又是聪慧异常 从小跟在大人面前去 在佛陀面前听经文法 对 众人都很喜欢 那有一个机缘合适的情况下呢 他出来去问佛陀 是的 十个问题 那这个十个问题真的是 哎 我就觉得涵盖了方方面面 从生活到修行 对 从世间和出世间 各种智慧其实都问到 所以呢 我们当时我们大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位庙会童女 当时请向佛陀请法的这十个问题呢 也转成为我们现代人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寻找幸福跟成功之道 是的 好 那您看过这本书之后 你觉得 还有啊 因为这本书呢 为什么当时我们跟师傅他们商量 因为应该请哪一位嘉宾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那我们师傅呢 有一个建议给我 就是说请吕杰 我说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他说因为吕杰家里有一位闺女 是 那年龄呢 也是刚刚几岁了 现在不到两岁 真的很开心 我们也看着他出生的 没错 也是看着他成长 那么在这个您在就是说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这本书对您有启迪吗 当然 这个启迪是真的是很深 而且呢 里面其实讲了很多方方面面 是 尤其是特别适合女性我发现 是吗 而且在中间他贯穿的思想就是男女是平等的 是 男女都可能就 如果我们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想到男女都佛性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成佛 那回到生活中 其实你看到很多各个方面 这个我们不能叫女强人 就是说不管她的性格如何 她都是个成功的人生 那无论男女都会成功 是的 对 甚至你只是作为一个我就相夫教子 我就成为一个普通的母亲 其实在生活领域你也是非常成功的 是的 那当然从小女孩到年轻人这样讲 在这个大师在书里面的形容的这十道 行父之道 那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哪一道 你觉得对时下的青年特别我们应该就是说鼓励一下 或者是注意一下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他其实他把每一面分得很清楚 然后每一种其实对应的你想要的一种 无论是智慧还是怎么样 财富也好 或者是这种方式你想拿到的一种你想要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你归纳起来你会发现 它的内在含义都是要自己把自己做好 要看自己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然后呢你都要有个同理心 去不要妨碍别人 或者是给别人带来好处 其实还是对应到我们大师讲的那个三好四给 其实是一样 还有十修哥 对 真是这样 很好 那么就说这本书你觉得是对你亲子有帮助 对年轻人的成长有帮助 绝对有帮助 那么你觉得我们时下的年轻人 最就是说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像我刚才讲的 同理心 因为现在年轻人非常在乎自己的个性 是不是能彰显自己的个性 是 彰显自己的个性呢 其实也是OK 尤其在西方 其实是鼓励大家去突出自己 然后呢去 就是 就可能文化不太一样啊 就是更多的就是鼓励自己的奋斗 但是同时你应该注意到 你周围还有其他人 那你在彰显自己个性的同时呢 不要影响别人 同时呢要与周围人为善 这样子你的生活才会和谐 然后整个 彰显到整个社会才会变得平和和平 因为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类 都是处在一个人与人 就是说来往的一个社会 你单独要成功 也成功不了到哪个地方 那么你在人群当中 你这个人际关系啊 大家的就是说要不给教啊 不比较啊 这些的心态 您刚刚说的同理心 是我们线下的人非常非常需要的一种 是 这种心态 那么在这方面 我知道您在 就是说在唱歌的时候 或者做节目的时候 也接触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没错 在你接触的年轻人当中 你觉得他们棒的地方在哪里 他们更需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们很棒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的视角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做 无论是做节目 还是做一个活动 他能提出一个观点 哇 还有这样的观点 而且那个观点是具有可实性的 可以实践的 是是是 而且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有胆量 很有勇气 这跟我们小时候真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 我们都是看看大人不做 我们不做 大人讲 我听一下 我是不是该提出一个问题 会不会被人家说 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很有创意 没错 而且很有这些去 我不像说冒险了 而是说去尝试的这种力量 那么我当然觉得这个是好的 当然你们要有智慧的去尝试 智慧的去有勇气 那么我想这本书 一定是会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构思 而且说到这里 我想说一下 我接触过外面的青年 和我们的佛光青年 这一点 我真的是呼吁大家 真的有机会 年轻人 要加入我们的佛光大家庭 佛光青年团 来体验一下 因为这个青年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他们懂得集体合作 懂得分工 去完成一个事情 你看那么多大的活动 他们对年轻人独立承担起来 一定要做得很好 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大人有的时候 好像连说的也暗言 我们也像他们学习 那么我觉得呢 有信仰的年轻人 是与别不同的 喜欢阅读的年轻人 更与别不同 真的是 那么在这本书呢 我相信我们的全球的佛光山 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当地如果有佛光山的话 里面一定有个书局 那么这本书呢 在这个佛光山的佛光书局里面 一定有的请购的 那么还有呢 我也非常高兴 在我们最近出版的 我们星云大师的全集当中 有一本也是介绍 这个十种幸福之道 佛说妙会童女经的这本书 也是在我们大师的全集当中 也有介绍 那么所以呢 我希望呢 在今天的 由吕杰师兄来为我们介绍 这本十种幸福之道 由星云大师著作的 这本创销书 那么希望你也去找一本这个书 来看看参考一下 你有几点已经得到了 还有几点呢 还要去寻找的 那么我们非常谢谢 李杰师兄今天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李杰也是用心良苦的 想把她的闺女呢 带进我们这个信仰当中的喜悦 是的 好 再一次谢谢李杰师兄 好 谢谢白帝师姐 希望将来你看到好书的时候 再为我们介绍 好的 没问题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希望呢 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幸福百宝箱 特别是阅读花园的话呢 为我们点个赞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